1954年毛新宇在北京育婴学校毕业 育婴学校好像在万寿路西街 好像在那 原来好像是进察纪军区的干部子弟学校 保送到北京101中学 101那都是高干子弟云集啊 像什么曾庆红他们很多人都是101的啊 他在班级啊 在101的时候担任班长 少先队大队长高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侄啊 亲侄啊 对吧 1960年 这个毛远新 毛远新上位高中毕业 就被保送 保送 不用考试 这就是特权 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哈军工 创办人是陈庚 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喜 毛泽东却认为他是被保送的 不算自己的本事 还有习正宁 又名习富平 习正宁又名习富平 因为他爸爸的老家 是吧 习仲勋的老家就是陕西富平县 是习仲勋的长子 那是跟前妻好像叫好明珠生的啊 习正宁曾就读于北京101中学 与毛远新是同学 是毛远新的入团的介绍人 哎你加入共青团得有人介绍你 入党你得有介绍人 这都是帮会是吧 得有可靠的人给你带进来 你得交投名状 你没有介绍人还行 对不对 1960年 习正宁啊 也叫习富平 考上了中国科技大 自动控制专业 毕业后 被分配到陕西户县 户口的户 好像是宝基那边吧 户县山沟里 一个国防科研单位 工作了13年啊 那还是挺艰苦的啊 后历任陕西省委组织部 青年干部处处长 陕西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等职务 1987年 海南筹备建省时 习正宁奉调南下 先后担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 海南省政法委书记等 1998年 1998年 11月17日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享年57岁 啊 那他是 1941年生的 比一尊应该大了一轮 应该都是属蛇的 从101中学 的合影照片上显示 毛远新的同学 除了 这个习正宁 还有 中央办公厅主任 杨尚坤的儿子 杨绍明 杨绍明喜欢摄影 给邓小平拍了不少照片 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 啊 这些职务 他们就是当个小礼物送人的 送给自己人的 还有罗清长的儿子 罗炕等 罗清长啊 中央调查部部长啊 大特头头子呀 周恩来的办公室主任呀 对吧 罗炕 什么罗震 罗元 著名的鹰派 军科院的少将 啊 我们要收复钓鱼岛 结果很多人留言说 你去吧 凭什么我们去啊 应该你们这些官宦子弟 对吧 这有一个照片 上面有很多人 这照片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字太小了 父一辈子一辈 啊 这就是血统传承 父一辈子一辈 毛泽民和陈谈秋 这个童年出生的 童年死了 又在同一天死的 毛泽民和陈谈秋 过了不到二十年 陈谈秋的儿子陈楚三 和毛泽民的儿子 毛远新又成了同学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已故的影视界的著名演员 文兴宇 竟也是毛远新的同学 文兴宇 回民回族 他本不姓文 父亲姓红 留学日本 专攻园艺 回国后 毕业于北大文学院 后移居京城 文兴宇便随之 从辽宁丹东 前往北京 四九后 文兴宇的父亲 应聘到北京中山公园 任总园艺师 文兴宇的父亲 多才多艺 爱好京剧 小提琴 绘画 诗歌 尤其是京胡 拉得好 是老北京 有名的琴师 票友 却不幸 因病 于一九五零年病逝 四九年 才到中山公园 五零年死了 为了生计 文兴宇的母亲 改嫁了文姓男子 文兴宇 从此姓了文 也许他应该叫红兴宇 那老头 我爱我家里边 那个傅 傅明老人 傅局长 老傅 巧了 石灰 灰 提手盘那个灰 老演员 导演的老电影 鸡毛信中 海娃的扮演者的 蔡圆圆 也是 毛远欣的同学 蔡圆圆的父亲 蔡松玲 蔡松玲 是四九后 中央戏剧学院的讲师 教研史主任 58年 调河北省话剧院 教授 院长 在舞台与荧幕上塑造了 红旗谱 中的颜志祥 与颜志和父子 及烈火中永生的 华子梁 华子梁 就那老疯子 老疯子 刚才我那节目 还提到这个人 还有战红图中的 李志根等人物形象 哦 1980年 蔡圆圆与其兄 北京人艺演员蔡安安 一道上书中央领导人 提出进行文艺体制改革 创办民办电影公司的建议 1985年2月 蔡氏兄弟 创建我国首家民营的电影电视制作公司 珠海特区影视文化中心 并拍摄了珠海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视片 南海明珠 毛远新的同学还有一个叫谢飞飞 他就是后来的著名导演谢飞 谢飞1942年生于延安 父亲是谢绝哉 1960年谢飞从101毕业 考入北京电视学院 65年谢飞从电视学院导演系毕业 留校任教 谢飞是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毛远新长得不错 算是美男子 如果他不从政 他跟着谢飞呀文星宇呀蔡圆圆呀 这些人搞文艺啊 可能将来是个名演员或者大导演 但是后来他蹲了大狱了 当然他也杀了好多人 他也做了很多恶 手上沾满了鲜血 包括他杀了张志新 是吧 本来他是想接班的 毛泽东没有儿子了 有一个儿子是个傻儿子 就是那个 毛岸青 毛岸青又生一傻儿子 毛新宇 是吧本来有可能让他接班 对吧 但是最终啊 那个那个 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 这个华国锋 叶剑英 汪东兴啊 当然还有别人 搞了一次政变 把这个他的 应该叫什么 毛泽东是他的伯父 是吧 他的大婶 江青都给抓了 所以连他也都吃瓜烙 也给进监狱了 当然他们都手上沾满了血 都做了很多恶也有很多特权 反正这批人吧 是吧 他们是阻碍中国人民 获得自由 获得幸福的最大的绊脚石 嗯 嗯 嗯